记者杨国文台北报道,针对市县人,此求求和顺值已被检查书信而实现。 大法官会议经作出示自第756号解释,大法官指出,受刑人在监期间,除人身自由外,享有民众具有的宪法权利,未确认有无夹带违禁品,检查书信属和限,若未区分书信种类, 一律允许监狱官员阅览受刑人书信,则属违宪,因自己日起失效,此事宪案将影响全国约务6万受刑人。 大法官会议也指出,针对监狱行刑法实行细则第81条第三项规定,受刑人的文稿如提议正确,且无碍监狱纪律及性欲者得遵循投报章杂志,属违宪,违反宪法第23条的法律 保留原则其中提议正确及监狱信誉部分难为重要公益与宪法第十一条保障表现自由一指不符即日起及失效。 另外,无碍监狱信誉部分大法官认为,因为律及是否有限制较小的其他手段可以运用,将于两年后失效。 邱和顺三十年前杀害学童陆镇并棄师,六年前被判此刑定验,但他在申请寄出十六章名为个人回忆录的信函中叙述舍房主管贩毒,舍房内有多人吸毒,被台北看守所以影响机关申誉,要求他修改内容后才可寄出,提起行政诉讼,人遭败诉。 邱因此生请示线